全球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公司今天宣布 他們將把雇員的薪酬提升至高於 聯邦最低工資的水平 沃爾瑪以及Sams Club的近50萬名的雇員 將因這項新的措施而受益 沃爾瑪表示 從今年的4月份開始 沃爾瑪以及旗下Sams Club的全職 以及兼職雇員的最低時薪 將被提升至9美元 這個薪酬水平 將聯邦目前實行的最低工資標準 高出1.75美元 同時 沃爾瑪還計劃 在明年2月份之前 將最低薪資水平 進一步提升至每小時10美元 而在加薪行動實行之後 沃爾瑪也將逐漸結束 其支付聯邦最低工資的歷史